今天为你写读的这本书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作者是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在他19个月大的时候 就失去了听觉、视觉 但他不仅学会了读书、学会了说话 而且还考入哈佛大学 成为首位毕业于高等院校的龙盲人 他还致力于盲人的教育和慈善事业 为改善盲人的生活条件而四处奔波 他在晚年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还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 主要收录了海伦凯勒的两部作品 分别是《我的生命故事》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的生命故事》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性散文集 写于他的大学时期 是他的处女作 记录了海伦从济世到大学毕业前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我会分三个部分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 《变成龙盲人后的海伦》有着怎样的童年 第二部分 讲述海伦在哈佛大学求学的经历 第三部分 我将为你解读海伦凯勒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首先来看看海伦的童年 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显赫的家庭 父亲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南方军上尉 退伍后 在一家报社当编辑 家底殷实 在《变成盲龙人》之前 海伦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 六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说你好 一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走路 他失去视力与听力 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 这场大病在他的头脑中 是团混乱的记忆 他记得 当时他的眼睛干涩灼痛 害怕光亮 后来他的视力越来越模糊 光亮也越来越暗淡了 有一天当他睁开眼睛 他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了 海伦说 我像被噩梦吓倒一样 全身惊恐 悲伤极了 那种感觉让我今生永远难以忘怀 但这不仅仅是一场噩梦 更是残酷的现实 小海伦再也无法听到任何声音 看到任何画面 然而 他渴望与人交流 他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手势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摇摇头 表示不 点点头 表示是 他要吃冰淇淋 就做开冰箱的手势 要吃面包 就会做切面包的动作 如果他想告诉别人他很冷 他就会把脖子缩起来 并做出发抖的样子 海伦凯勒五岁的时候 已经是个很机灵的孩子 他会把洗好的衣服叠好收起来 还能从中剪出自己的衣服 当家里有客人来访的时候 小海伦会学着妈妈的动作 在自己头上抹油 往脸上涂满香粉 穿上自己满意的衣服 去迎接客人 虽然从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中 可以看出小海伦很聪明 但此时 他智力发展的水平 远远比不上同年龄的正常孩子 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 将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分为四个阶段 其中 两到七岁是幼儿的前运算阶段 也就是此时海伦凯勒所处的阶段 按照皮亚杰的理论 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已经开始能够运用语言 或抽象的符号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小海伦虽然会用一些手势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但是这些手势动作 是他在长期无意识下形成的 是一种机械式的表达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长 海伦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 而这些单调的手势 远远不够用 海伦凯勒回忆说 我已经记不清 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自己与众不同 海伦注意到 无论是他的母亲 还是他的朋友 都是用嘴巴的交谈 而不想他用手笔画着 有时候 他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 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巴 可是仍然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 海伦疯狂地摆动四肢 如动嘴唇 企图与他们交谈 可是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 所以海伦常常因此恼羞成怒 大发脾气 又提又叫 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由于找不到 恰当的方式和人交流 海伦的心中 像是被一团无名之火堵住 这团无名火到处进行破坏 深深地折磨着海伦 也一度对他人造成伤害 海伦曾经在发火的时候 踢伤了保姆 虽然当他气消之后 心里会觉得很愧疚 但是当事情又不顺他的心意时 他还是会疯狂地胡乱踢打 越是渴望表达自己 越是痛苦 海伦说 我感觉好像有无数只无形的手 在紧紧地抓着我 撕扯着我 不管我怎么疯狂挣扎 想获得自由 都无济于事 在海伦失去听觉和视觉后 他的父亲就四处奔走 为他寻找良衣和理想的老师 然后沙利文出现了 从海伦七岁开始 沙利文就一直陪伴着他 直到去世 五十年间从未离开过 海伦说 他获得的所有奖状和奖章 都应该加上沙利文老师的名字 因为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们两个一起努力取得的 正是沙利文老师的到来 海伦凯勒才得以告别黑暗 告别孤独 开始享受知识和爱 沙利文出现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教海伦学习手语和盲文 唯有通过语言 才能打开海伦凯勒的世界 当海伦拿着布娃娃玩耍的时候 他在海伦手上拼写了第一个单词 逗 海伦对这种拼写方式很感兴趣 他马上模仿了起来 他说 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写字 甚至不知道世界还有文字 我只是用手指 机械的魔法而已 此时在他眼里 单词是单词 布娃娃是布娃娃 换句话说 他根本不知道 动指的就是布娃娃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一阵 直到海伦学习到水这个单词 他的语言意识 才真正觉醒了 刚开始的时候 海伦经常把水 Water 和杯子 Cap 这两个单词弄混 趁着一次外出散步的机会 沙利文老师带海伦来到了水井旁 他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槽口上 海伦立刻感觉到 有一股清凉的井水 从他的手上流过 此时 沙利文老师在海伦的另一只手上 反复拼写Water这个单词 海伦一动不动 全神贯注地感受着老师的动作 突然间 海伦的思想意识变得无比清醒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感受到了一种觉醒的战力 仿佛记起了遗忘的东西 语言的奥秘通过某种方式 向我显现出来 我终于明白了水Water 指的就是从我手上流过的 奇妙而凉爽的东西 正是水这个充满生机的词 唤醒了海伦的灵魂 他终于意识到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名称 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 来看待周围的一切 那是无比幸福的一天 海伦回忆说 自从生病以来 我第一次怀着无限的喜悦 期待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到了海伦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能够自如地用手语 和其他人交流 也会用盲文来阅读和写信 但是渐渐的 海伦开始渴望用口语和人交谈 这对于海伦来说 无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正常儿童在三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会说话了 而海伦这个时候已经十岁了 发生器官已经变得很僵硬 再加上他是个朦胧人 学习说话的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帮助海伦学习说话 沙利文老师带着海伦 找到了霍勒斯学校的校长 富乐小姐 富乐小姐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愿意亲自教海伦学习说话 他的教法是 让海伦把手放在他的脸上 和喉咙上 可以说 海伦是在用手指 来学习如何发音的 通过触觉 他可以感受声带的震动 嘴唇的开合 与脸部的表情 然而 这些感觉往往并不准确 海伦说 我常常强迫自己 不断地重复单词和句子 有时候甚至几小时不休息 直到我觉得发音正确为止 一想到将来能和家人对话 他就兴奋不已 他常常会疯狂地反复唠叨 我不再是哑巴了 富乐小姐一共给海伦上了十一节课 在富乐小姐的教导下 海伦凯勒有声以来 第一次说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It is warm 翻译成中文就是 天气很暖和 尽管他的发音是断断续续的 还带点口吃 但当海伦终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眼中 沉满了泪水 激动地浑身颤抖 海伦说 对于上天给予我的这种恩惠 我的感激之情 难以言表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海伦 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学会说话了 他只是掌握了基本的发音 实际上 海伦在后来的人生中 仍持续不断地练习发音 关于海伦的童年生活 就讲到这里 虽然又是不幸失明 但他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拥有了很强的学习能力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海伦凯勒 备展哈佛的过程 以及他的大学生涯 海伦说 进入大学不仅是我的一个梦想 也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挑战 当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 我才能说 我反抗了命运 在这个阶段 他迅速退去童年的青涩 以更加成熟的姿态 来面对人生 这种成熟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是面对困难时的坚韧 第二 是对知识的无尽可求 第三 是培养了自己强大的思考力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方面 海伦凯勒面对困难时 展现出来的坚远性格 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提到 海伦参加哈佛大学入学考试的经历了 哈佛的入学考试 有语言 历史 和数学 三大类科目 海伦的语言和历史科目 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英语和德语 还获得了优秀 但数学科目中的几何 对海伦来说 非常困难 因为他连黑板上的几何图形都看不到 更别提解题了 为了让自己对图形能有直观的感受 他利用金属丝 做成了几何图形 而图形中的字母符号 以及证明过程等 他要在脑子里不断重复记忆 考试的时候 为了防止作弊 学校不允许沙利文陪伴海伦 他们请了盲人学校的一个老师 用美式盲文腾抄试卷题目 然而 海伦在数学领域 只学过英式盲文 因此 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 去学习美式盲文 海伦在自传中写道 说句老实话 我到现在 也不能确定所有符号都读对了 尽管困难重重 这场备战 仍是以胜利告终 然而 大学生活对海伦来说 也并不轻松 大学教授在课堂上 生情并茂地讲课 但是海伦看不见 也听不见 沙利文一直陪伴着他 每次上课 沙利文都会把教授讲课的内容 以最快的速度 在海伦的手心上拼写出来 海伦必须快速理解 快速记忆这些内容 然后 下课回家后 把上课听到的内容 全部写下来 海伦使用的大学教材 大部分都没有供盲人使用的秃印本 他只能让沙利文在他手上 把教材的内容拼写出来 手写课本是很花时间的 所以 海伦要比其他同学 多花两三倍的时间 在熟悉教材上 有时候 他感到焦躁不安 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他也想像正常人一样 在外面玩乐 海伦和所有学生一样 也害怕考试 他把各种各样的考试 称为鬼怪 说 自己虽然多次和他们较量 并且将他们打翻在地 弄得他们灰头土脸 但是他们 仍然会重新爬起来 吓得我面无人色 在进入大学之前 他在心中将大学生活 描绘得浪漫迷人 而现在 这浪漫的光环 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 在这个梦想转为现实的过程中 海伦学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 耐心 海伦说 这段经历使我明白 学习任何东西 都像在乡村散步一样 从容不迫 胸怀宽广 这样得来的知识 就好像无声地潮水 把各种深刻的思想 毫无形迹地 冲到了我们的心田里 越是遇到困难 越是能激发海伦 对知识的无尽渴求 上了大学之后 海伦主修的课程是 哲学 历史 文学 以及外语 他不断地完善着 对世界的认知 他喜欢历史 凡是能弄到手的历史著作 他都爱读 他懂得了 各民族是如何发展与变迁的 又是如何发展文化艺术知识的 同时 他还认识到了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历史 让他的思维变得更加睿智 但相比于历史 他更喜欢文学 文学是他读乌托邦 当海伦在阅读伊利亚特时 他说 自己的灵魂 似乎从狭隘的生活中 解脱了出来 使他忘记了身体上的缺陷 他最喜欢读 英国大文豪 莎士比亚的作品 沙翁作品里的某些片段 他甚至能脱口而出 而对于德国文学 他认为 德国人喜欢以力量来显示美 喜欢以真实来打破成规 无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文学创作 皆是如此 他把自己的心灵 融入书本世界 去和书本中的人物进行交流 他说 任何生理上的缺陷 都阻碍不了 我和书友们之间的亲切交谈 我们侃侃而谈 没有窘迫 没有尴尬 除了热爱读书 在大学 海伦的思考 突破了自己的小世界 深入到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表现之一就是 他对贫富差距的质疑 他去过好几次贫民区 那里的人们住在 破败阴暗的房子里 孩子们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 当海伦友善地 向孩子们伸出手时 孩子们却像是怕被人打一样 立刻闪对到一旁 海伦意识到 这个社会是极不平等的 对于穷人来说 他们的生存是无休止的挣扎 他们的奋斗与机遇 永远不成正比 海伦对社会制度 也有自己的思考 比如他认为 社会对犯罪的定义 以及惩罚制度 相比以前 都有了明显改进 对犯罪人员 不再主张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而是将罪犯当作是 心理不健全的公民 判他们坐牢 并非仅仅是报复和惩罚 而是由于他们带给 社会的威胁 他们在服刑期间 心智上的缺陷 将被纠正 然后重返社会 承担起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海伦对于生命 也有了深刻的思考 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他 对时间有着很敏锐的感受 他说 也许最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将每一天 当作末日 他深刻认识到 生命于世间存在的有限性 生命稍纵即逝 这些深刻的体验和思考 让海伦比正常人更加感恩 更懂得珍惜和风险 更加渴求智慧 他将这些情感写在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 在这篇散文里 海伦凯勒述说了 如果他能够拥有三天光明 他最想见的人 和最想做的事 第一天 他想要认真看看 每一个善待他 陪伴他的人 他会长时间凝视 沙利文的眼睛 那里有面对艰难险阻 依然坚定前行的力量 有包容全人类的悲悯 海伦说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仅仅通过观察 面部肌肉的振产 表情的细节 挥动的手臂 就可以了解 朋友们的内心 这样简单的事 对于他来说 却是奢侈的 他提醒那些 视觉健康的人们 要好好想想 有没有好好用自己的眼睛 去充分地了解 朋友的内心 第二天 海伦凯勒想参观博物馆 和观看人类的艺术 他想通过艺术 来了解文明 探索人类的灵魂 在这一天 博物馆和艺术馆 就是海伦凯勒 欢乐和灵感快乐的源泉 他想象着 自己会将中世纪宗教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作 乃至后现代派的艺术作品 统统欣赏一遍 拥有光明的第三天 海伦凯勒想探索人们的日常世界 进一步了解 人类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 在这一点上 纽约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它像是一座诸神 为自己修建的建筑 每天有上百万人穿行其中 他想象 自己会沿着第五大道漫步 成为一个橱窗爱好者 对着精美的陈列品 一包眼福 短短三天时间 对海伦凯勒来说 远远不够 他想要看的东西 还有很多 海伦在这篇散文中不断地感叹 拥有视觉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篇文章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 作为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海伦展示出对自然 对生命的感受力 比很多视觉健康的人 更加强烈和深刻 他用触觉发现自然之美 用手发现叶子的对称性 用手感受着花瓣天鹅绒般的触感 当他把手放在树上的时候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正在鸣叫的小鸟颤动的身体 他有时候会询问身边的一些朋友 问他们从森林散布回来 看到了什么 他的朋友们都告诉他 没看到什么特别的 海伦在自己心里想 这怎么可能呢 在森林中漫步一个小时 都看不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而我这个看不见东西的人 仅仅靠触摸 就发现了那么多 让我感兴趣的事情 在划船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水草和睡帘的气味 来掌握方向 他还特别喜欢在月下花独木舟 他说 虽然他看不到月亮 但是他知道 月亮就在那里 他也用触觉来感知物品 感知人和城市 感受艺术之美 这对正常人来说 是匪夷所思的 但是 这却是海伦凯乐 最常用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在观看芭蕾舞时 尽管海伦看不到美妙的舞姿 但想到自己曾经用手指 感受大理石雕像的线条 如果连静态美都那么可爱 那么 充满律动的动态美 一定更让人激动 他说 虽然我的生命中 有很多缺憾 但我可以有如此多的方式 触摸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本书中海伦的故事 就讲到大学 我生命的故事 出版于他的大学阶段 1904年 24岁的海伦凯乐 以优等成绩 从哈佛大学毕业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完成大学教育的盲龙人 此后 他致力于残障人的慈善事业 先后成立了盲文出版社 和海伦凯乐基金会 并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 为盲人 聋哑人 筹集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海伦凯乐立刻开始调查 大战后盲人的生活情况 这是他已经75岁了 但是 站在台上 他仍然充满了活力 致力于慈善的同时 他也从未停止写作 1913年 海伦出版了散文集 《冲出黑暗》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959年 联合国专门为海伦凯乐 举行表彰仪式 盛赞他对人类的贡献 和无私的爱心 并设立海伦凯乐国际奖 海伦的故事 由此传向全世界 马克吐文评价海伦凯乐 19世纪出现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个是拿破仑 一个就是海伦凯乐 前者望图用军事统治世界 失败了 后者 却用文字 轻而易举地感染了世界 1967年 87岁的海伦 已无法下床行走 他去乡间静养 不久之后 平静地逝世 他用一段诗意 且富有哲理的话 描摹了自己的一生 我一生过得很快乐 我有许多极好的朋友 也有许多有趣的工作要做 我很少想到 自己所受的种种限制 这些限制 也未使我悲伤 也许因为 我随时都有一些向往和憧憬 一种心灵上的感触 海伦凯勒的一生 带给世界两个珍贵的礼物 第一个礼物是 他让世界更加了解 盲龙人群体 正如海伦凯勒自己所说 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 让公众知道 盲人既不是天才 也不是畸形或白痴 他们拥有 可以接受教育的大脑 可以接受训练的双手 经过奋斗 盲龙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实现他的价值 第二个礼物 是他用文字 唤醒人们迟钝的感官 以及对生活冷漠的心 有太多的人将生命 视为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对所拥有的毫不珍惜 海伦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 他询问一些男士 问他们是否知道 朝夕相处的妻子的眼睛 是什么颜色 很多人都面露尴尬 承认自己不知道 他们早已习惯了日常琐事 眼睛充满了惰性 而海伦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他却能用手 努力地感受自然 艺术和世界 海伦凯勒说 我这个看不见东西的人 可以给你们看得见东西的人 一点忠告 请善用你的眼睛 就好像明天你就会失明 聆听美妙的乐曲 鸟儿的唱歌 管弦乐强有力的旋律 就好像明天你将失聪 触摸你想触摸的每一件东西 仿佛明天你会失去触觉 去闻一闻花香 品尝每一口食物 仿佛明天 你不再拥有嗅觉和味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